如果你沒有用過Google的雲端硬碟 那我們蠻建議各位可以用 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剛剛的填的表單 其實是利用Google的表單做出來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給它一個 你要問的問題的標題 還有它的副標題 再來就是給你的題目 題目部分的話 我大概就是用裡面的幾個元件 大概就是文字 比如說你的名字 多行就是可能你的行業別 單選可能就是你的電腦程度 然後還有什麼呢 和選就是單選跟和選 和選的話就是多選 就是多選 像底下這邊有一個 這個就是和選 這邊有很多和選方塊 很多 所以基本上像這個問卷 我只有做四個 四種 其實你就加一個一個一個慢慢加 加完之後呢 最後把它傳送表單 那你們就可以填寫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填完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回復 總共24個 那填完的東西其實可以從那個查看回應 這邊有個按鈕 將來我也會除了錄影之外 我也會有一支筆出現 會在這上面出來 回應 按下去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你們24個同學 因為我們這班有27個 所以應該有三個同學還沒還沒填 所以那三個同學等一下再把這個填上去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OK 那你們你們的填的資料都在這裡 總共每個人的相關的訊息 不過因為有個資法 所以我把最後的字遮起來 OK 然後呢 我想要知道大家的程度 各方面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從表單裡面的顯示回應 在要內容 看到大家的一個結果 裡面的話 第一個 看得出來大部分的程度都落在這裡 54%進階 有一位同學是高階 OK 然後呢 有十位同學是入門 所以如果你剛剛選的是入門的話 你可能就要比別人更認真更努力一些 課後你要花比較多時間去再做複習 另外的話如果你選進階的話 那你就保持就好了吧 如果你是選高階的話 可能你就要不你就多花一點時間去做完了 你就可以做其他我放在雲端上面的其他範例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上課希望以哪部分為主 看得出來 第一個是大家對於資料庫部分好像比較感興趣 所以也許我們在VBA Excel裡面怎麼樣跟資料庫連結 或者是說呢 利用Excel當資料庫啦 等等這相關的應用 可能多做一些說明好了 那其他還有像第二個排 函數的進階應用 那我的風格是這樣啦 大部分就是說呢 前一個階段 其實我們才剛結束前一個階段是入門班 主要是講有關函數的應用 不過比較是屬於是一般性函數啦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我們在第二階段會講 也會講函數 但是會講一些比較進階的函數 那些函數可能用到的機會呢 稍微比較不是比較少 是比較少人用 因為呢 那個函數可能需要用到的 引用的引數可能比較多啦 所以會比較複雜一些些 那這個部分我會把這部分多講 那剛好是同學也比較想要知道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剛剛好 第一資料庫 進階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關工作表的自動化 那其實前一個階段的部分 講到工作表 自動化的稍微比較少 因為前一個階段 主要是 在小範圍 單一個工作表 或者可能頂多兩個工作表 之間的資料 資料的交換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第二階段的話 可能會用在工作表上面 會越來越多 所以裡面的話 會有很多是那個 有關工作表 這個部分 工作表的進階 那這也蠻重要 那再來的話 還有同學比較感興趣的 第一個第二個 然後再來 可能這個部分吧 有關進 表單設計 同學也比較有興趣 還有錄製的部分 這個也蠻重要的 像很多程式 如果你寫不出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錄製的 那我有很多範例 其實前面也許有部分呢 我們可以用錄製劇齊的 大概是這些 OK 然後所以我大概會挑 各位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來做比較多的時間的說明 因為我們總共12次上課 所以我會大概分佈一下 然後大部分的同學 來上這個課 最多是因為工作上的需要 因為剛好需要這個進階能力 要表示說大家 可能在工作上面 需要做一些技能上的提升 當然這也是必要的 因為現在一直在講那個工業4.0 那上班族是不是也到4.0了 其實也未必 因為很多人我發現 可能沒有學習的習慣 所以一旦遇到很大量的資料 那需要去處理的時候就不會了 那這些東西的話 像我們VBA 如果你不學 不太可能說你一下就可以 馬上學會的 那這個部分第一個就有關問卷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在下面有第二個連結 有關那個相關的檔案 那就是輸入 特別注意要注意那個大小寫 GOO.GL 這個連結 GOO.GL 斜線 這個是GV 4V 都小寫 PP大寫 這個連結 輸入之後的話到這邊 那當然今天 我大概會把這個課程 區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因為我覺得 最近看了一下 大概從一些統計數據 其實也是大數據 從我YouTube上的影片 可以得知 大部分人對於這部分 其實非常有需求 但是很多時候 函數不會用 想要用 有什麼方法可以加快速度 其實當然最直接的就是 利用Excel裡面的內建函數 可是很多人即便有這個函數 但是它不會用 OK 那所以呢 裡面的話我會舉一些例子 可能有一些非常好用的函數 那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解決一些問題 那這本書剛好是還蠻暢銷的 其實它裡面有468招 不過我覺得這個 現在好像都流行 400 非常多468 看起來很像很厲害 實際上當然 裡面的話我發現它有些範例 當然不是說 完全符合我們工作上的 尤其這本書是好像大陸直接翻譯過來 所以有些範例裡面 還有很多簡體字出現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過濾掉 那裡面的話呢 在入門幫我是分成五大類函數 可是在這邊這本書它分成九大類 不過我覺得九大類好像有點分的太多 尤其是七八九幾乎用的比較少一些些 大部分都是一到六 那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段課程呢 我會舉一些有關函數 進階函數的運用方式的例子 第二個是說這本書呢 它純粹教你怎麼使用函數 但是呢 它沒有教你 除了函數以外 除了用函數以外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解決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用函數 可能你那個公式非常的冗長 可能每次都要再做一遍的話 其實非常花時間 那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也許你同樣的事情 最好是可以按個按鈕 事情就解決了 那當然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從函數再過渡到VBA 這個部分的話是我額外講的 書裡面沒有講到 其實我覺得我常講就是說一般的書籍 要不就是講函數 要不就講VBA 那沒有中間好像斷開了 那其實我沒有辦法選擇一本書 好像完全都符合我的需求了 所以我可能拿這本書裡面的範例 也許前面講一些進階函數 後面的話呢 我們再延伸到VBA 那VBA裡面的用法不外物就是按鈕 不外物就是插入一個制定函數 這個制定函數讓你的工作更簡單 大概會有這些方向 所以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這本書你們不用買 因為這本書我把它列為參考用書 所以可能下個禮拜應該就拿到這本書了吧 有468招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這468招的範例全部都做完的話 而且也能夠順利的轉換成VBA 那我敢保證你大概應該在Excel裡面 如果稱不上達人大概也已經是高手級的了 OK 不過是非常花時間 但是是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感受這種有趣 因為你如果只是為了工作來學習 你會有點比較是應付 我有點應付工作 但是如果你是 因為你有一點 對這個產生興趣 而學習的話 你會學習得比較快樂一些些 OK 那其實我之所以 會有這些 這個課程的原因 等一下我們再講好了 請各位 待會的話呢 問卷做完之後 第二個 請各位幫我下載一些範圍 因為我們今天就第一次就開始上課了 那裡面的話 請各位先看一下講義 這本書的大概說明 那我們會先從那個 第一類的函數 一般我會先從文字 它叫字串 其實就文字 裡面的一些範例裡面 我會挑出一些比較重要的 然後再來進階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一下我們的課程 另外就是我們的範例 範例的話包含就是入門的範例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也許先看一下 那個入門範例裡面的 這個 再來就是雲端 雲端白板部分 範例有分入門跟進階 那入門的範例 我是放在進階函數應用這邊 我大概規劃了 因為總共我們大概會有12次上課 那我會規劃一次一次的 那也許問題00 就是進階函數與VBA設計 那裡面的話會有大概9類吧 也許我前面先講文字 尋找與參照等等 那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相關範例其實從這邊也可以找到 從這邊也可以 比如說像第一個問題 如何轉半型 這邊應該比較簡單 如何留下中英文字裡面的中文 還有如何判斷第一個字是不是英文 諸如此類的 OK 它有這麼多這麼多範例 不過如果每一個都講的話 可能時間不夠 那我會挑比較重要的來做解說 第一個階段的範例 第二階段就進階範例 可能就慢慢的 比較少講函數 因為有些工作 函數做不到的 那就只能用VBA 所以第二階段的範例的話呢 我們再放 就是所謂的進階函數 進階函數的話呢 我是把它放在這邊有個進階講義 進階範例 大概會有這些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拜